大家好,我是阿光 蚱带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好 今天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在家里面也能吃出大饭店的味道 这样做出来的蚱带鲜嫩脆爽 下饭下酒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我们这边的蚱带15块钱一斤 比五花肉还要贵 今天买了20块钱 首先我们用削皮刀 把蚱带的表皮稍微的削掉一部分 如果嫌麻烦的也不要削 但是削掉以后做出来的成品会更美观一些 接着我们再全部切成薄片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切太薄 大约在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差不多了 蚱带素有水蒸原生之称 营养十分的丰富 夏天是蚱带大量上市的时候 也是最好吃的时候 片我们一定要切捐远一些 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 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 接着往碗中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然后再加入一勺白醋 这样可以防止蚱带氧化变黑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硬手翻拌均匀 放在一旁浸泡十分钟左右 接着硬手把蚱带清洗一下 清洗完第一遍之后 放在干净的清水中 再次淘洗两到三遍 成分的把蚱带里面的一些泥沙 还有表面的一些食盐 全部淘洗干净 然后放在碗中备用 下面我们再准备一些派菜 准备五毛钱的五花肉 去掉猪皮 然后我们再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小条 条我们也不要切太小 但是一定要切均匀 其实肉不肉都无所谓 我们就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 来炒蚱带 接着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 先切成薄片 大蒜可以增加蚱带的蒜香味 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 然后再度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木 这样更容易激化出蒜香味 全部做成湿瓶中这样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块去皮的老姜 我们把老姜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小条 老姜可以增加食欲 最后全部切成浆木 全部切好以后 和蒜木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圈 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浆蒜木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我们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首先把葱白全部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小米椒一起 接下来 把剩下的葱叶全部切成小段 段也不要切太长 大约在2-3根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 我们来调个碗汁 空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 再加入小半勺的食盐 加入少许的鸡精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糖 最后加入小半勺的玉米定粉 或者是土豆定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所有的调味料 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硬勺子成分的搅拌均匀 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 成分的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准备一锅开水 加入一勺白醋 然后把凹袋放在锅中 我们要把凹袋焯下水 这里我们焯水的时间不宜太长 水开以后大约在10秒左右 我们就捞出来 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成分过凉 加入白醋可以防止蚝袋氧化变黑 大约在10分钟以后 蚝袋已经完全的凉处了 我们一烙烧空水捞出 放在提提准备好的碗中备用 准备一口锅 烧热之后不用放油 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在锅中 开小火煸炒 把五花肉炒出油脂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借您花菜的小鼠抵个赞再做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大约发炒一分钟左右 成分的把五花肉里面的油脂炒出来 把五花肉炒至微微花黄 接着我们就把切好的 葱姜蒜小米椒放在锅中 再次开小火煸炒 炒出葱姜蒜的香味和小米椒的辣味 接着把蚝袋也倒在锅中 这里我们就要开大火翻炒 成分的把蚝袋里面的水分炒干 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这样炒出来的蚝袋更加的清脆爽烤 大约翻炒十秒左右 我们就把准备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把蚝袋炒至入味 蚝袋里面加入一些猪油 炒出来都有肉的香味 这也是为什么饭店里面的素菜 这么好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饭店里面炒素菜一般都是用猪油 接着我们把切好的葱段也放在锅中 稍微的发炒几下 炒出香葱的香味 一道美味又下饭的小草蚝袋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这样炒出来的蚝袋清脆爽口 营养丰富 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 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学费 总结一下 蚝袋一定要挑选比较鲜嫩一点的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切完之后一定要用白醋浸泡一下 这样不容易氧化变黑 只要记住这两点 做出来的蚝袋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饭店一盘至少要48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超过15元 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 如果我的视频对人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留言并转发出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和你交给我们考虑一下 我认识你就可以让稳定